艾比好 哈喽主持人李大哥好 艾比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你会去发想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活动 好主要是因为其实我过去也是上班族 然后我的工作其实比较特别 就是我是一个心理师 然后经常都是有写杠的那个身份在 就是我同时之间会跟很多不一样的窗口做一些应对 有时候可能是出版社 有时候可能是网路上面的一些写作的平台 有时候可能是直播的或者是线上课程的等等 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觉得斜杠的斜杠生活或斜杠青年 其实最近非常的流行 但是他在经营生涯上面其实会遇到一些困难的 那在我身边其实有非常多的创业者 无论是男生或女生 那在我身边也有一群跟我差不多同温层的人 或者是甚至是我辅导到的个案 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一些上班族 有时候他们可能是一些二度就业的妈妈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就觉得可不可以为他们两者搭一个平台 让女性创业者可以有一个新的切点 来聊一聊他们为什么创业 还有他们怎么选择走上创业这条路 他们怎么选择他们的产业从哪里开始 那对于这些我身边的就是 无论我辅导到的个案 或者是我辅导到的这些想二度就业的妈妈们 他们也会有一个机会是知道这个同温层之外 还有其他的世界存在 然后他们可以为他们下一步做好准备 对无论是要回到职场 或者是他们想要创业 都有可能 那你的主标就讲到好心情来自好心情 为什么这么直接 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在我要发想这整个系列讲座的时候 我请教非常非常多的高人 然后其中一个其实是许昌德老师 就有一次我跟许昌德老师去唱歌 然后他就说听说你要出新书哦这样 然后我就说对啊老师我要出新书 他就说你把那个书名拿来给我看一看这样 然后我就真的把书名给他看 他说这本一看就是不会买 直接帮你算命算嘛 对啊他就这本一看就是不会卖啦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 然后就很很真心 然后就快哭了这样 然后看老师然后跟他请教 然后我就说 他就说你的标题要跟时事有关 你要切到现在一般人在意的事情 对痛点是什么 然后他就说你这个一定要跟薪资有关 然后我就好好被点破了 就是他其实只有给我两个字 叫做低薪 现在时代其实低薪是一个很大的 痛楚 那如果我们要摆脱低薪就我自己这几年的观察而言 我觉得就是只有创业这一途 对你才有可能摆脱低薪这条路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 那我就我就把这个讲座名称取作好心情来自好心情 对因为其实当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薪资的时候 我们同时之间其实自己对自己的认识 还有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人生的定位 职场的定位都要很明确 你才有办法就是你去跟别人接触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他你的职场价值在哪里 所以这个心是有形的心也可能是你的价值 对不对 对 是你的价格跟价值都含在里面就对 对 然后我觉得现在其实职场的年轻人最困难的困境 就是其实他们领的薪资并不能够代表他们的价值 还有他的能力 所以一般年轻人其实都很same 就是讲到讲到上班这件事情都都觉得很没有动力 然后都觉得很很就是觉得 到底为什么要去帮别人打工 对 然后我觉得那个困境其实会引起就是很多人在 在想下一步的时候 他想的是怎么样累积自己的职场实力 然后累积到好的人脉圈 然后换到一个更好的工作上去 不然就是他死了这条心 他不要再帮别人打工了 自己出来创业 不是这辈子就摆烂吗 有些人真的是只能选最后一条路 就烂到底啊 你知道就是对我来说 就是我自己的个性我还蛮明白的 就是如果是拿DISC或者是PDP这种人格测验 因为我自己是行李师嘛 所以我可就是我一定要对自己够了解 我才有办法做好这个工作 那在那个就是人格测验上面 其实我是属于那个D的类型 大哥知道D的类型是什么样的类型 D的类型呢就是他的英文 他其实是一个英文字的缩写 他叫Dominance 就是Dominant Dominance 意思就是说很很有权威的 或者是他是很直接很主导性的 主导性比较强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就其实我自己的个性是比较偏向这个样子 那我自然而然创造出来的一个环境 就是这样 对我的讲座就不会是想要摆烂到底的讲座 一定就是你听完之后 要不就是回去好好甘心的工作 不要再抱怨了 然后要不然就是决定要把工作辞掉 然后出来创业 对 就是你个性是很直接的 绝对不是那种 对我不是那种就是摆烂型的 那摆烂型的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人生的选择 好那总共六场十二位这个女性创业者 你怎么去找出来 是透过人脉还是透过一些报章杂志 去找到这些专家 好其实我觉得 真的就是我在创办这个讲座过程 真的蛮老实说啊 我是真的一直是在想到一句话 就是你想要真心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全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 真的就是这样 因为其实一开始要去要这些女性创业者的时候 我心里面是很错的 你不知道我有多错 因为他们对我来说就是是一群 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要跟大哥一样尊敬的人物 他们等于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人 对另外一个层次 然后不在我的同温层里面的人 那他们说话都非常的直接 因为你知道他们都是创业者 然后他们也都是这样子一次一次一次的创业报告过来的 而且他们时间很宝贵 跟他们讲话不能太废话不能拖拖拉拉 对真的不行要很直接 然后我觉得一开始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焦虑跟担心 因为我不知道说到底他们会不会愿意就是来参加这样一场讲座 他们绝不觉得这讲座对他们来说有价值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做一个很很我自己觉得蛮酷的决定 就是我想说我试一下 所以我就在网路上找那个历年来政府不是都会颁发给一些飞燕创业家 然后飞燕的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女性创业者的代名词 我就是得奖的创业家就对 得奖的女性创业者 然后我去看他们的产品去看他们公司是什么 然后我就一一寄信给他们 然后这里面就有大概有两个到三个创业者有回复我 然后后来有跟我再联系想要了解说这个整个的讲座内容是什么 然后甚至就是有一个创业者叫Eva 他真的是我去年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鬼人 他就说他就说其实他单纯只是想要了解我想要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他可以提供我什么样的协助 然后他觉得我很有趣 所以他想要就是跟我跟我多谈一谈 所以于是乎后来的讲者就是越来越多人就进来了 就是在我的一个主动性的邀约 还有主动积极让他们看见了 对然后再来就是女性创业者 他们也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 对 可是一开始恢复的比例高吗 一开始恢复的比例超低 超低超低超级低 然后然后我说到那个Eva 其实我们那天下午在通话的时候就是 我心里面其实是怀着一个非常感恩的心 因为他花了大概三四个小时跟我讲话 对但是其实其实他就只是在 在帮我扣取一个心态 就是我真的是觉得那个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很宝贵的回馈 因为他就会直接告诉我说 Eva你现在要调整你的心态 你要调整到就是你不要再只是一个助人者的角色 你是一个创业者的角色 所以你要想的是你怎么样可以把你的这一套讲座的idea卖出去 我懂你的意思 如果说你单纯用助人者的心态你这个事情会做不长久 因为你没有办法一直掏腰包去免费去办这些讲座 让大家来上课对不对 是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之中 其实那些女性创业者他们都会给我很多的回馈跟心态指导 然后他们看见这场讲座其实是有价值的 他价值是在于原来他们都在找一个新的切点来跟TA做沟通 TA就是就是这些观众啊或听众目标族群等等 那他们其实都在找一个新的切点 因为过去其实女性创业者的这个身份 很容易谈到的一件事情就只有就是家庭跟事业的平衡 但其实他们已经谈谈腻了 他们想要讲一点别的东西 他们要讲点好玩的 对所以我就在想那对我来说 我有这样的一群人的需求是关于低薪 关于他们不知道为自己如何做职场上面的加值加分 或者是卡在一个困境想要出来又没有办法 那对他们来说他们有很多的成功经验 也许是可以带领这个这群TA走到 从零到一的一个基础的建设 就是心态上面的建设 我相信有些创业者他没有回应 是因为他认为跟大家讲其实蛮浪费时间 而且效益有限对不对 因为其实有些事情成功必然有他的道理 对 那很多人低心也有他的原因 对 可是我觉得这些创业者 后来我在邀请的时候 他们都是非常乐意的 就是越来人越来越多嘛 因为有一些我觉得那个个性是不太一样 就是有些人他不喜欢当先行者 但有些人他是看好 然后他单纯想要支持他就会进来 他看到这件事情的价值跟益他就愿意 比方说另外一个是童颜有机的那个CP 就是他在网路上号称叫CP 他是创办人啦 就是潘思玄小姐 对 那这个潘思玄小姐很有趣 就是当初我在找这些受访的来宾的时候 其实有跟很多不一样的朋友打听 那朋友就来跟我推荐说其实有一位叫CP的就是潘思玄小姐很适合 然后不只一个跟我推荐 好几个都跟我推荐 然后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也是很战惊嘛 然后那个派小姐就跟我说 到底都是谁推荐我啊 然后我说真的不是只有一个很多个 那我就说我希望你来讲一讲 怎么样在职场上面累积好的人脉 然后让大家都可以推荐你 对 他肯定是做了很多对的事情 没错 对 那这个其实是一般上班族会缺少的心态 因为大部分上班族他们回家之后就累了 关起门来休息嘛 对 然后也觉得 对 然后也觉得在职场上面跟长官搞鬼 或者是跟同事搞鬼很辛苦 所以就是他会觉得说 那我就就是我就把自己工作做好就好了 但是他不会想说 其实如果他要高薪再往上一阶的话 他其实需要做一些人脉经营的 那像我们的讲座 他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人脉经营的管道 对 因为他来他可以认识这些讲者 他也可以认识同样来听的这些人 所以他可以打破他本来的舒适圈跟同文层 对 好那当你克服了这12位讲者之后 另外要克服的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反正简单的讲 就是读者这些粉丝怎么掏钱 因为现在资源太多 那YouTube也有很多这种免费的演讲 或者是包括我们国家 或者是仕途也常常有一些免费的演讲 那怎么样让大家愿意花钱来听这个讲座 嗯 我觉得主要就是要让这群人看到我们的创办的初心 跟价值是什么 当他认同的时候 他自然而然就会来 对 这个不是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好像 我们要一直去推销或是行销这整套东西 而是说我们把我们的理念传递清楚 吸引到对的人来听 这才是要紧的事 因为如果他想要白烂一辈子 那当然也OK 所以那个数量其实那个粉丝并不一定要很多 不需要 是找到需要的人 对 我们找到需要的人 然后有质感的 然后他们相信我们可以带领他们前进 然后突破那个创业的盲点 是从零到一的过程 这群人适合加入 所以这是你一系列的第一个尝试 对不对 后面可能如果顺利的话 可能还会有更多类似的一个讲座 对 其实我们现在这样让下来 就是以二月来看的话 加入我们的媒体朋友 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就是有一些比较时尚的平台 像是Beauty Mode 或者是我之前有在写专栏的平台 女人迷 或者是女子学等等 就是这些平台他们会看见说 会关注 对 他们其实也有办活动的需求 他们也会想要找我们 办一系列跟女性创业者有关的活动 对 可是你这个女性的这个主题 一定调之后 是不是又自然排挤到很多男生 他可能想参加 他又不好意思参加 或者是他认为他不能参加 其实我要说一件很真心的话 就是以我们讲座上一次来的比例而言 就二月份第一次 八成都是女生 两成是男生 那这个也是我们其实那时候在定调上面 就会就有思考到的状况 因为如果我们定调的是以女性为主 那自然而然有一些男性就会自己把自己排除掉 对 可是其实我们的讲座是focus在上班族 或者是斜杠青年 或是想要创业的 又不知道如何开始的企业家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三个族群上面 其实都是适合来听的 只是说 不要自己先把自己排除在这个名单之外吧 我是这样想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会很容易因为性别 年纪 然后把自己画在圈圈之外 对 但是其实只要他愿意 他来参加 仍然可以认识很多不一样的资源 跟不一样的人 所以我们并没有特别排除男性 我们甚至非常欢迎男性来参加 对 二月份已经办过 跟我们讲二月份那一天 那一次的一个活动 好 没问题 那天的话其实是来了两个嘉宾 一个是以西国际的创办人 Madeleine 然后他其实创办以西国际 有一个很响亮的slogan 就是说世界的语言员 自己的梦想 然后另外一位是国际猎头 Sandy Sue 苏盈如 他最近也出了新书 那就是这两位 其实都是实力派的讲者 因为他们两个刚刚好 其实在生涯的路程 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对照 以Madeleine来讲 就是以西国际的创办人来讲 他其实小时候是出生在纽约 然后他纽约长大到大学的时候 他回来台湾念台大 然后台大之后呢 他其实本来是要去见巧念研究所 要出国生早了 可是因为他同时间申请到联合国工作 所以他就暂缓了这个研究所的进修 那另外一位 就是刚好有个对照 很特别哦 另外一位Sandy 他其实是出生在台湾 但是他在英国念书 然后念到大学毕业之后 他求职是 入取了一家英姿的公司 但是被外派到日本去 所以他们两个就是 一个是出生在台湾 一个是出生在国外 一个是后来回台湾 一个是后来出国 所以他们在这个分享之中 其实就会有很多不同的人生的经验谈 一个是回来台湾之后 想要把台湾的好东西 带到国外去发扬光大 一个是看到国外的东西 想要回来带给台湾的年轻人 一些新的启发 然后在那天呢 就是整个的过程之中 其实很多人哦 就是有一些思考上面被打破 好比说我那天就是做了一个尝试 是call out 我们现场就call out 给一个真的在加拿大打工游学的插画家 对 然后这个插画家 他现在面临到一些困难 就是他现在locate在 他现在就是已经搬家到温哥华去 加拿大温哥华 可是温哥华 它是一个华人聚集的城市 但他学的又是设计 温哥华并不是设计的强城 所以他问了一个问题是 他想要在温哥华 然后申请到英国或者是申请到 像日本或者是法国这种 就设计来讲比较强的国家 他要怎么办得到 然后那个过程里面 他收到一个很让他惊讶的回馈 因为这些就是这些来宾们 他们就直接点出他的问题 是在于其实他一开始没有想清楚 他一开始是为了要出国而出国 对他并没有想好他为什么要出国 所以出国的资历对他来说 可能现阶段来讲不是加分 因为他找到的不是直接跟自己工作有关的 工作他只是先去过渡一下 为了学历 对所以他其实是吓了一跳 就是他有一个盲点被点出来 他其实是为了出国而出国 他没有想好出国的资历可以为他加什么分 然后我相信其实现场很多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 其实当下也是很很很shock的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打破了他们本来的迷思 他们本来以为国外月亮比较圆 或者是出国就一定是好的 但他们没有想过为什么 这个定调会让他整个心沉稳下来 然后让他做出下个决定的时候是比较有目标的 比较不会慌张然后乱做决定 然后到那里又要绕一个弯才过去 这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当场是来宾都是蛮有好的回馈 打破他们本来的想法 可是以你这一场啊 这两位这个竹江子 他们都有一些良好的一个 我不太确定家世背景怎么样 可是都有良好的学历 良好的一些国际的语言能力 所以他们创业会成功 那如果一些本土的 或者是说我没有出过国 或者是我语言不好 那我的创业是不是就会受限 现场有没有有这样的回馈 因为看起来这两位的资历都不错 对不对 学经历 对这两位的学经历都蛮好的 对 然后 好 然后另外我要讲的就是 其实在现场大部分的人 没有问到这样的问题 可是李大哥你们问的这个问题 在我们接下来的讲座 其实会一一的回答 比方说像我们第三场 以3月的3月19号的讲座来说的话 我们主题定调是 天天都是Working Holiday 但是我们要用一个旅人 就是旅行者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职场 才有办法每一天都可以工作的很开心 对所以这个是接下来我们要回答的问题 就是他会用一个系列的讲座来铺陈 那以4月来讲的话 我们会讲到的主题其实是跟专业有关 因为这两位讲者他们都跟医院体系有关系 但为什么他们都后来不待医院体系 决定要自己出来创业到底是为什么 要踏出这个舒适圈 这就很有趣啦 然后以4场5月来说的话 我们要讲的其实是KOL的事情 KOL其实就是网路上的意见领袖 也就是现在俗称的网红 对网红 那我们邀请到的其实是律师娘 还有另外一位是米撒小姐 对 然后这两位他们现在的职业都是现在就是年轻人最行的第一志愿 就是我以后要当网红 对那其实对于很多创业刚要起步的人来说 当网红怎么开始 他们都还是个门槛 我之前才听到一个朋友说 就是所有的创业家都是明星 因为他们一定要有他们个人独特的魅力在 他们要很清楚自己的个性 很清楚自己创品牌的原因 才有一个好的品牌故事 对 对可以吸引别人认同 那在这个过程我觉得 来参加的这些观众朋友们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第五场跟第六场 6月跟7月 好啊 那6月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是邀请到 刚刚讲过的那个童言有记的CPE 还有另外一位是露比五茶 她是卖女装的 嗯 的这个创办者叫做红衣芳小姐 嗯 两个人会来讲一下 就是前一场不是讲KOL吗 对 然后KOL其实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什么 颜值 颜值 好 很多网红其实真的都有颜值 对 但是我觉得我为什么要挑这么一个 好像很 很挑起一些 就是人的那种 好像会有一点 觉得 争论的 对争论的 因为这个是真的是有些颜值真的是先天的 对 就是会有一些争论的问题 为什么我故意把它放在标题里面 这真的是故意的 因为我前阵子到北京去参加一个女性创业者的分享 她就是一个论坛这样 然后她里面就讲到一个很直接喔 她就说颜值就是变现力 现在颜值力就是变现力 没错 对 那如果这件事情就是事实 你要怎么样让自己的就是品牌经营 无论是在商品的颜值力 或者是自己的颜值力上面做一个行销跟包装 那我相信这两位讲者在这方面是很有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因为他们在个人品牌跟自己的品牌的经营上面 他们基本上就是自己品牌的代言人 对所以他们说出来的故事一定会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你有颜值你可以当做你的变现力 但是你没有颜值也可以走你另外一条 商品的变现力 对对对 对商品 商品颜值的变现力 比方说我们那时候去北京我们吃了一家火锅 他听说是一个台湾人开的店 就叫做美炉 美是美轮美奂的美 美丽的美 然后炉是就是那个炉子的炉 对维炉的炉 然后他的他整个的就是整个的布置设施 从小到大你都会觉得就是很美 所以你一进去你就会很想拍照啊不是吗 你进去你就会帮他拍照 你就会tag你就会很想分享 就网红店就对 对所以那些网红点 其实现在品牌在做的体验里面就是 视听秀未处五角都要嘛 那创造一种体验 让来宾愿意帮他主动分享 是不是颜值力也很重要 商品的颜值力 店面也有他的颜值就对 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之中 其实来参加的人一定会突破他们本来思考的点 所以不要听到这个颜值就觉得 好那我没有我可不可以不要去 不是有或没有 无论你自评自己有或没有都一定要来好吗 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是7月16号 然后他还讲的其实是 我们用运动来锻炼自己的意志力 因为其实心智锻炼这个词 最近在台湾非常的红 对那心智锻炼其实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了 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开启 其实运动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所以这场里面我们请到一个是黑面菜妈妈 他是一个运动的网红 然后另外一个是ViaSweat的 他是一个女性专用的运动用品 的创办者 对然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运动这件事情 你到底要怎么样开启 然后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跟你创业成功会有关系 运动跟健康也是很重要 那健康自然就能够带动创业的成功 对或者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阻碍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跟过去 因为其实很多 我不知道大哥有没有在重训 但以我自己而言 我是有重训的习惯的 所以其实我会知道 就是我今天只能抬起15公斤好了 但我下一半来训练的时候 也许我再抬个两公斤 所以17公斤 然后慢慢的往上 我的耐受度会提高 我的身体也会变好 我的就是意志力也会增强 对 好那这一系列的活动 其实是要透过听你说科技有限公司来报名 然后是不是也要帮我们介绍听你说科技 是你去年创业的一个公司吗 是的我去年在2019年的年底 我创立了听你说科技有限公司 那我们公司其实是希望把心理治疗的理念 推广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 所以也许因为在我的 就是我自己接案的经验里面 我看到一件事 就是很多人他们在来的时候 就是来谈的时候 老师很有效很有效 但回去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维持 对然后在危急的时候 然后他可能还是会很需要有一个人在旁边听他说话 又想找老师 对维持他的那个热度 对热度或者是维持他的那个改变的动机 跟他改变的那个动力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心理师他有很多职业上面的限制 我们不太可能真的是我们个案生活之中的好朋友 这个是一个伦理上面的限制 那有科技可以加入打破这样的一个繁离 我相信他可以维持心理治疗很大的效果 就是不是只有来找我的时候有效 他在家里跟这个AI机器人对话 学习他必要的知识 他也能够维持 所以意思就是当你打开APP的时候 你讲点什么话他就会回应就对 跟Siri很像是不是 对但是Siri是语音的方式 我们现在先用文字的方式 对所以这个是我下一步 要努力的跟我们公司在做的事情 对 那这场活动其实到了三月已经要 即将要准备第二场 对不对 那在第一场之后 除了你刚刚稍微聊到之前的一些状况 在第二场你们会有什么一些不一样的 包括你们在第一场有所谓的这个 视讯通话是不是 视讯口号 对 那第二场有没有哪些特别的 第二场当然不能先在这里跟大家说 就是大家来了就会知道 一定会有很棒的安排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爱比心理师 为大家介绍他一系列活动 好心情来自好心情 然后要报名要怎么报名 可以上活动通上面去 去搜寻 对去搜寻爱比 然后好心情来自好心情 第一个心是心智的心 第二个心是心情的心 对 然后你也可以直接打网址 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说 就是ACUpass A-C-C-U-P-A-S-S .com.com 然后斜线 就是右上到左下的斜线 Go 再斜线 对 我们CEO CEO要打写 W-O-M-E-N CEO CEO要打写 对 我看你直接 我就上字幕就好了 咱们直接上字幕 对 那其实在我们这期预告下面 以及影片下面都有相关的活动说明以及连结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点过去看看 其实那个台湾现在 其实大家慢慢对有时候这个付费的一些 课程其实大家也慢慢能够接受 其实接受度是高的 但是它的音响是比较好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故意找 就更棒了 因为它要开演唱会是不是 对那个场地是一个小型演唱会的空间 好谢谢艾比为大家介绍这次的活动 谢谢 谢谢